大家好,我是移民律师孟小杰 今天我想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 在人才类的申请当中 NIW和EB1A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个所谓的双递交 双递交它的好处在哪里 对什么样的情况是适用的 对大多数人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呢 那我们知道现在在人才类的申请当中 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应该就是EB1A和NIW了 那现在有很多申请人都会经常来问我们说 你觉得我们有必要双递吗 那这个的话呢我会先说 简单来讲就是如果说一个人的申请材料 他真的真的很强 他做EB1A的几率非常非常的大 那其实他确实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考虑双递交 但是即使是申请几率非常非常大的申请人 那毕竟他也不是100% 如果这位申请人因为想要双保险的原因 他就是想要同时递交 这对他来讲本身是没有任何坏处的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申请人担心说 我两个申请一起递交到移民局 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他们会不会互相干涉等等 这个使大家尽可放心绝对不会 这样的两份申请 或者说哪怕你是有更多的申请 比方说我又做了这个 我又做了投资移民 我又做了亲属移民 一个申请人他在移民的各种通道上面 他做多份申请 本身是完全允许的 他们互相之间也不会影响 他不会有任何的不利的后果 但是呢大家要确定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所有的这些材料当中 都必须要保持材料的 它的真实性 它不能够有任何不真实的部分 而且呢你要保持这个材料的这个准确性 因为一个申请人他在提交很多材料的时候 他特别多的材料 他互相之间就更有可能移民局会去 这个cross validate 他就会互相的印证 所以大家一定要确保 只要你的材料是真实可信有效的 那本身来讲多份申请没有任何任何的坏处 那在这种情况下面 那有的人说 但是我也不能知道说我的EB1A申请 他就一定就会过 那大不了我就申请不通过 我再去考虑别的 当然可以 但是现在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EB1A对于尤其是中国大陆的申请人 那他也是有排期的 那排期呢 是从案件递交之日开始计算的 那如果说一个案件最后没有通过 那对不起 这个排期就作废了 所以即使一个申请人之前递交了EB1A 但是这个EB1A最后没有通过 那这个申请人他仍然没有排期 他在排队的时候 他就会从头开始去排 所以这个是如果说有的申请人考虑 自己EB1A先递交 然后之后如果说不成功再去做别的事情的话 他可能要面临的一个小小的一些劣势 那又有人可能会说 那反正都是申请绿卡嘛 那NIW也是绿卡 EB1A也是绿卡 那我只要有一个方式申请到绿卡就好了 那既然EB1A好像听起来对于不是所有的人都一定适合 就是可能相对来讲 他的要求会更高一点 那我就申请NIW就好了 我也不考虑EB1A了 是不是可以呢 当然也可以 但是呢 不同的申请 他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有的可能相对难度更高 有的难度就没有那么那么的高 但是还有一点要考虑到的 就是他们肯定是各自有利弊 在相对条件要求低一点的情况下面呢 NIW他排队的人是更多的 所以呢 你等到的 拿到绿卡的时间是会更久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以现在我们是2024年9月份的时间 那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呢 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人如果是EB1A的话 基本上排期的时间 大概能在一年半到两年左右 只是从现在估计 不说就一定会这样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人 在表A当中的排期是排到了2022年的11月1号 那我们想哈 现在已经是2024年的快要9月份的排期了 那在9月份的排期里面呢 是排到了2022年的11月1号 所以是将近两年的排期 当然排期他不是说一个月对于一个月这样去排的 他可能会快一点可能会慢一点 所以总的来讲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把它至少归结为是 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那如果我们看EB2的排期 目前是排到了2020年的3月1号 那如果说用一个比较忽略的方式呢 可以说可能大概是四到五年的时间 但是它也是会变化的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人的一个排期情况 那哪怕是不出生在中国大陆的 如果是出生在其他地区的 那现在在EB1的这个类别里面呢 是暂时没有排期的 没有排期不是说今天申请明天就拿到绿卡 它中间还是有政府的审理时间的 但是就没有额外的等待时间 但是即使是全世界范围内的申请 EB2 NIW现在也是有排期的 目前是排到了23年的3月15号 就基本上简单粗略来看 也是在大概在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所以这就是EB1A和NIW他们排期的时间不同 所以如果有的申请人说 我反正有一个方式能够拿到绿卡就好了 那如果说你不建议说多等一点时间的话 如果不是特别着急申请的话 那确实也可以 但是呢有一些申请人可能会比较担心 比方说如果子女有一些超龄的风险的 或者说就是希望能够尽快的拿到身份 那觉得自己呢可能NIW会比较的保险 但是又觉得EB1A也许也值得去申请一下 希望能够保NIW去冲击EB1A 就在这个区间内的申请人呢 是特别可以考虑去同时抵交 或者说先后抵交的 在这个当中呢其实特别特别有帮助的一个概念 那就是NIW和EB1A 他们是可以共用排期的 那很多人不理解说什么叫做共用排期 比方说今天有一个申请人 他申请了NIW然后批准了 然后过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他去提交了EB1A的申请 那EB1A呢过了一年之后他提交 他也批下来了 在这个时候 这个人在EB1A的队伍 不是以他递交EB1A的这个日期来计算的 而是以他递交NIW的日期来计算的 那如果说EB1A本身 他是要排一年半到两年的 但是因为他在NIW的队伍里面 已经排过了那个一年的时间 所以你基本上就可以理解为 他就少排了那个一年的时间 所以现在其实很多人如果说考虑双递交 或者先后递交的这个方案呢 主要是考虑到说 我不管怎么样 如果说我的NIW是一个比较强的案件 我可以先把排期给占住 那这样的话可能之后也方便我 更放心的去冲击EB1A的申请 这个可能是很多人可以去考虑的一个方面 因为我确实发现很多申请人 在权衡他们两者的利弊的时候 可能会陷入了一些循环 然后不知道怎么去判断 所以总的来讲呢 他没有什么 同时递交没有什么坏处 可能就是多多费一些行李 多多费一些财力 这个可能是他唯一的一些坏处 那希望这些对大家有所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